大家好我是皮特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今天没跟着皮特一起转 我们今天带大家看一下比特币 整个链送数据和一些技术分析 出现一个状况 那比特币我们昨天跟大家讲 中长线我们看起来是一个非常牛 那短线的这边呢是有机会 做一个拉回来到两万 两万五千三左右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比特币 目前为止的价格的一个取消 动向price action的一个什么状况 我们现在看到比特币的日线图 你看日线图 日线图这里我们之前有跟大家画过一个图 就这其实现在是一个做一个三角形 一个狩猎的部分 但三角形今天傍晚的时候 已经跌破这个下以下面这个三角形线 那来到这里 那这个其实现在变成一个所谓这个 descending triangle 就向下的一个三角形 如果我们这个地方往这边延伸 我们把这个地方往这边延伸 所以你看到这个三角形 其实是一个这样子向下三角形 这代表什么 代表价格有可能在这个地方做一些波动 然后之后是往下的几率是大于往上 价格其实目前为止的几率是往下几率大于往上 那往下的话我们目标价其实大概是在 两万五千三左右 两万五千三 第一个是这边的支撑 第二个是这边的一个比例算出来 两万五千三 那就看日线图的话 目前为止都是一个相对是比较弱势 看四个小时图 四个小时图刚才四个小时图 这边又出现一个红点代表的动能 持续往下 在这边大家要注意四个小时图 现金流的部分 大家看现金流这边有机会 在这个地方变成富的 在未来几根八二之后 现金流就可能变成富之后 那价格持续会有机会往下走啊 那我觉得当然第一个部分有办法 支撑住的话是两万五千三 两万五千三这边 如果没有办法站稳 那其实再往下来看 就会得到两万两千六啊 两万两千六百八 就两万两千七 两万两千七是之前的压力区 这边突破上去之后 那下来就是支撑位啊 那两万两千七之前 这边应该还有一个价格位 应该是在这 这边应该还有一个 两万三千九左右 两万三千九这边也另外一个支撑位 两万三千九这个支撑位 应该也是一个蛮有力的支撑位 所以看起来 我们现在比特币相对是一个弱势 那人家讲说 皮特你不是讲说比特币很很牛吗 比特币不是要涨到三万 不是要涨到四万二吗 那这个地方怎么会毁 那这个地方毁 我觉得除了是技术的部分之外 那当然整个大环境也是有一些影响 然后比特币 如果大家来看 中长线当然还是一个相对是比较强势 我们在那看是小十足 小十足的话反而可以明显看到这边 大度看它动人的话 我们跟大家讲说动人其实 你看蓝红绿红绿红绿红 动人其实没有办法出现现金流的一个 单方单方向的一致性 所以代表这个基本上都是一个neutral 等于是又牛一下又熊一下 牛一下熊一下 所以这边基本上是一个盘整的格局 盘整格局其实要做单容易的方式就是 你买低卖高买低卖高 高的地方放空 低的地方买入 基本上这样子的话就是 比较不容易受到 这整个情绪各方面的影响 那大家知道在整行情中 80%都是所谓盘整局盘整盘 那盘整盘其实也是有钱赚 那看小时图 这边可以看得出来 目前为止一个小时的这个地方 刚才价格来到26,400 那之后呢 这个地方做一个盘整 这个地方我估计 你看这边跌破了这个斜线之后 这个跌破了一个斜线之后 上来这个回撤之后持续还是 大我觉得是大几率啊 大几率还是会持续往下走了 大几率持续往下走 所以大家这个地方 还是要空找自己的风险 那我们带大家看几个链上数据 这个Bit Harden 我们大家看一下 那这个Bit Harden讲说 If you remove the price bubble Bitcoin pump twice every year 每一年呢 Bitcoin会涨大概两倍 涨两次 那你看这个是从25000 前一年那开始涨 他这个就他的逻辑来讲 2015年会涨两次会涨两倍 来到了这个400 从100涨200 200涨到400 那17年到19年 400涨到800 800涨到1600 19年到21年 1600涨到3200 3200涨到6400 21年到23年 6400涨到12800 12800涨到25600 23年到25年 预计25000 我们现在是25600 那25年的话这里往上涨两倍 两个这个等于是要涨两倍吗 等于是四倍 25600 六四倍其实是51200 再来就10万0 22400 所以预期预期我们2025年 基本上最基本最保守最保守 我觉得是7万以上 那7万绝对是有办法突破7万 因为毕竟之前高点是6万9000多的话 很大的几率是会突破 突破的话我觉得10万 应该也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价格 那这边也是the cap the scalping the scalping pro scalping pro 跟大家分析一个 就是boot market barrett 他这个有个boot market barrett 就是他这个画出来这个图形 他讲是boot market barrett 如果每次到这个地方来计算 他这个有算式算出来之后 预期目前boot market barrett 就是牛市这一个牛市 你看这个蓝色的地方 这是熊呢 牛市往上走 那如果熊市的时候 这个牛市变成红了 红的地方做个盘整 那再往上走之后 在这个地方盘整 那我们现在这个地方盘整的价格是多少 是53,257 代表在不久将来 其实我们持续会来测试53,257 你看这个地方rejection 之前rejection 大概是在这个是14,000多reject 那再往前这个rejection 这个rejection大概是500多 每一次的熊市往上牛市之前 都一定要先碰到这个 他所谓的bmb 就是boot market barrett 就是有一个这个等于是 一个压力区 你必须要碰过压力区之后 拉回到才持续突破 我目前为止 其实还没有碰到这个压力区 这个我觉得是给大家参考 来另外这个这个tech def 跟大家聊到一个 逻辑比特币跟金黄金对美元 那其实这两个同质性非常非常高 那我们看 18年19年20年21年2年23年23年 目前为止其实 比特币跟黄金 黄金价格其实 就走势来讲是走在比特币的前面 那如果你看目前为止 黄金其实已经突破上来 这之前的井 这个之前的所谓bottlet net 井位 之前井线井线突破之后 那拉回 那这个地方重新再突破 那目前为止 我们其实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在这个小的井线先突破了 那往上走才到这个大井线 我们这个地方比特币 其实在小井线 那代表什么 比特币如果价格都会跟着黄金的模式走通 我们其实基本上下一步 我们预计直接来看到3万6千多以上 将近4万 我觉得这个先碰到4万 4万完之后可能会拉回 拉回来碰到这2万6 目前我们在2万6千多 我们有机会拉4万到4万2之间 然后再拉回 碰到2万6 2万6之后再往上走 再到4万多以上 如果照我们这个 黄金的走势的话 先往上走 走完拉回这往上走 那这个基本上是大家 对现在黄金跟比特币的同值性 很高啊 就correlation很高的话 大家拿来做个比较 然后这个 Lcrypto Pro 就讲到 The first time in almost four years Bitcoin is closing the whole weekly candle In Jimoku Cloud 那如果大家有用过一句Moku Cloud 你就知道 你如果价格跑到这个云里面 会代表是一个强势的开始 所以他是一定要跟大家讲说 Steel Barris 你是不是还是非常看空这个市场了 那其实走到这个云里面的话 其实就一个开始 一个势头往上走 大家可以看 从这个2012年 走到云里面之后往上走 15年走到云里面往上走 19年走到云里面往上走 现在是23年了 我们是刚刚好 周期的话 我们现在走到云里面 预计往上走这个地方 大概也是4万1千多的办法突破 那这个其实就是 一去Moku Cloud 的一个功用 那Titan of Crypto 这边跟大家讲到一个Cycle 周期的部分 他这个周期讲到什么周期 他讲说Monthly LMACD LMACD是一个调整过的MACD 他讲说月的MACD 你看从高点到低点 在高点到低点 高点到低点 我们目前为止 其实是在2023年 这转弯柱的低点 所以MACD这个地方 其实转弯向上了 蓝线其实已经转弯好 已经向上了 但价格已经慢慢向上 如果你看2018-19 这个是蓝线转弯向上之后 那整个价格波幅就向上 2015年也是一样 蓝色这个地方转弯 那价格波幅向上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其实已经是从底部波幅向上 所以其实我们如果时间走拉长周线 甚至你看月线 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是从低点翻扬 那比特币持续往上走 那这个decentrator decentrator跟大家讲到 Bitcoin investor tools are just cording to the previous cycle anything up to 35,500 represent a good accumulation opportunity 他讲到 价格35,500之前 价格35,500之前 那都是还是很好的一个 所谓的accumulation 就是收集 沉淀收集 就大家去买现货 那大家看这个 它是具有条绿线 这条绿线你只要突破上绿线之后就变牛式 突破上绿线之后就变牛式 我们现在其实还没有碰到这个绿线 这个绿线的价格应该目前为止35,500 所以代表我们还在这个绿的一个地方 我们还在accumulation的部分 大家还可以赶快去买 Bitcoin现货 现在买Bitcoin现货 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时机 如果有机会跌到3万5 2万5千3甚至更低 我觉得大家可能把握好机会 这个cryptocon 就讲到350天的日线图平均 Bitcoin has always returned immediately the green 1.6 350 他说这个绿色这条线是什么线 是1.6倍乘上350天的日线 只要碰到就一定会回 碰到就一定会回 目前为止预计啊 这个地方其实已经有一个向上的 势头 但是我们预计下一个高点碰到会回的地方是3万7 所以代表我们现在大概是2万5到2万6之间 2万6千多 2万7千多 2万8 那这个地方如果有机会上3万5 这个地方下一个价格 其实看到3万7 这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还是cryptocon 那讲说上一个月 RSI从底部翻扬之后 这就是形成一个月线的RSI向上走啊 目前为止我们正式翻扬啊 那RSI中线图在66 如果突破66代表就是 这整个确定确定纽市开始 目前为止我们其实从底部翻扬 还没有确定牛市开始啊 如果RSI往上走 估计啊 2023年的中再过几个月吧 因为它是月线图 可能再过两三个月 甚至到夏天之后 如果确认的是牛市开始的话 从这个地方价格持续很快速往上涨 那这个root 讲这个 比特币减半之前的一个价格分析 比特币减半 减半之前 我目前为止离减半大概还有13个月啊 那如果你看这个价格曲线来看 减半通常的价格就是在这整个 这要什么 就这个均线图的中线呢 那如果你这样看均线图中线将近4万美元啊 所以代表我们目前为止大概还有13个月左右的价格的时间 让大家有办法在13个月之内让价格走到4万美元 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急啊 如果比特币这个地方有机会回的话 大家可以赶快去买现货 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说 你把当然是一个储存 如果你有身上有手头上有现金 你买几百块几千块都可以 不一定不一定说我一次要买几万啊几十万的啊 这样的价格就买Bitcoin 那这个我觉得是给大家一个心理上的准备啊 那另外一样是这个root 他讲到Halfing之前72个percent 我们目前会知道Halfing是72% beforeHalfing呢 他这个算法说我们目前会知道Halfing之前 大概是72 就72%的价格 那如果这样子算起来 到这个地方应该是4万多了吧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啊 这个并不是Halfing 并不是一个绝对绝对的一个数值 这只不过时间轴上的一个给大家参考 那台湾的crypto这边讲到road to 42,000 目前为止我们目标价4万2千3 还能讲到嘿我们这个地方如果回调 回调完50%之后再往上走 其实还在50%这个价格部分呢 那基本上这价格部分50%是4万2千3 所以大家很多人的下一个目标价 其实除了本身的3万之外呢 第一个去看4万2千3 那4万2千3再往上走 那可能将近就要看到5万多6万 今天这边跟大家讲到比特币一些链上数据 还有一些跟大家讲到的一些技术分析 给大家做一些参考 如果觉得视频 大家给人家值得话 请关注我们订阅啊 谢谢大家谢谢拜拜